中国蓝最早的时候只是一个想要温饱的网拍品牌 后来随着因为台湾的人对于绿色产品越来越喜欢 然后刚好中国蓝就是结合了传统的文样跟现代的设计 以及绿色环保这些刚好是很符合的题材 那在网拍上面就造成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旋风 童年记忆里头客家村落的蓝布山 启发未亲密的设计灵感 它开始沉浸在旧传统与新设计交融的世界里 蓝芸花布是一个很庶民文化的东西 它富含乡土意味 然后它自然淳朴 中国蓝有一个那个主旨叫做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祥和美感 那顾名思义呢 那我们在做发文部分 还有我们在做设计部分 有很多的灵感是来于中国的古迹 经过七年的耕耘 中国蓝在2009年获得台湾访透会的青睐 获选参加台湾时尚品牌展 将中华古典美展现在世人眼前 让外国朋友惊艳不已 当我在那个音乐想起中国蓝的那一个招牌 蹬出来的时候 然后随着音乐 蹦蹦蹦 然后第一个模特儿走出来 我紧张地进来在你下面台下哭了 因为才八年 八年其实是一个不算长的时间 但是八年却能让我从一个台湾本土品牌 进来能够耀身国际 深海帆的电缆花布 成为中国蓝专属的图腾 中国蓝用创新 带领传统的蓝蓝花布 走向时尚 迈向世界